哲学星期五志工团在亚特兰大举行了第一场哲学星期五讲座后 第二场是邀请爱慕雷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卢正恒 从明朝郑之龙及郑成功父子谈起 来探讨包括海盗、倭寇、猎女以及民族英雄等各个角色 与民族和国家的关系 在亚特兰大举行的第二场哲学星期五讲座 先由主持人也是第一场讲座主讲员叶明锐进行开场 接着在大家的欢迎声中 爱慕雷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卢正恒进行自我介绍 并以明朝郑之龙与郑成功父子开始谈起 阐述这次的主题海盗、家族、传说、国家 卢正恒表示海盗常在贼、民、兵、官、商等身份间转换 持平而论海盗是最先接触异文化的载体 对于东西文化交流有相当的贡献 卢正恒也丢出问题请大家思索 究竟是谁影响了我们对历史的认识 究竟是谁定义了史观 过往我们认识的历史 我们都从客人都要认识 可是这些东西是客人都会教我们的 大家其实会讲 跟大家分享 尤其是这些议题可以跟台湾一起联系 接着亚特兰大哲学星期五志工团发起源 同时也是台湾同乡会会长朱家豪 也预告下次的折舞举行时间及地点 2011年在台北创办的哲学星期五 被定位为台湾缺少的一堂公民课 2013年起也陆续在运林、花莲、高雄、台南 以及台中等地 甚至国外各大城市举行 台湾文师林玉轩 美国亚特兰大采访不到 比较 enguari 坞 五 七